老人家最可憐的就是老人家 被這樣子磕批玩弄嗎 是這樣嗎 誰可以告訴我 我們好好的假期三天端午節 什麼叫端午節快樂 我感受不到 里長情緒相當不滿 因為光是西元醫院上午接種 從昨天開始就三度變卦 一下說沒疫苗暫停接種 隔天院方又通知衛生局發疫苗了 痛批根本把民眾耍得團團轉 亂七八糟了 喔 台北市政府 這裡 這裡疫苗沒有送到 必要到哪裡去注射啊 不曉得啊 結果我打到人機醫院 人機醫院說 我沒辦法了 沒辦法再收了 昨天得知暫停接種休息 不少民眾都很驚慌 趕緊想替代方案 但是西元醫院接種人數確實很多 光是十六號上午非預約就有兩百四十七人 加上上午預約人數一百人 就有將近三百五十人接種 讓李明不曉得該怎麼辦 先打一九二二 里長有廣播說八點八點半開始打 那我之前有打電話給那個什麼一九九或什麼 他說趙元來了啊 結果我跑去問里長 才就跑過來 對 聽到廣播在跟里長確認 然後是有疫苗 我們就趕快趕過來打 里長兩頭收就是因為醫院是否溝通有落差 西元醫院因為人數太多 十五號的北市會議就提議 加開上午場次 並且請里長發送通知單 但是到晚間九點都等不到疫苗 又決定取收場次 誰知道北市衛生局十一點 又來電表示可以領取疫苗 但院方無法配合 到隔天上午七點才拿到疫苗 上午開打前戲 請里長廣播通知 變來變去 基層罵翻天 啊 現在趕快會煞煞 好像我們這兩個里長都不對 我跟我說 那如果要這樣拐 我就說最悲的 台灣的亂 醫療院所示執行單位 是不是變成是我們的錯 醫院里民都氣詐 副市長黃先生也立刻出面說明 昨天下午的確是有在 我們的疫苗會議裡面說 是不是今天早上能夠開打 那昨天晚上其實大家就希望一致 今天下午才是開始施打 那但是西元醫院說 他們有一些里長 有一些名測給他們 我們是說因為這個是沒有預約的 所以他不會有名測 有名測一定是可能里長熱心或什麼 部分我們都覺得是 兩個都是想要把事情做好 依據溝通有落差 卻已經奏成里長醫院兩頭燒 讓民眾質疑責任到底誰來扛 這個老人家打疫苗 是不是真的在台北市狀況特別多呢 要請教瑞德哥 我們看到其實昨天就有人在抱怨說 像萬方高中的接種站 居然要這些是大人爬200公尺的上坡 那另外在成德市場接種站是設在三樓 那電梯又不夠 所以你等不到電梯 你就自己爬樓梯爬三樓 還有剛才看到這個狀況也是蠻離譜的 怎麼會西元醫院的施打連三遍 一下可以 一下又不行 好 我們看到里長真的是氣炸 說老人家真的很可憐 是被柯市長這樣玩弄的嗎 請教瑞德哥 事實上所有歸根結底都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沒有準備好了 事先也沒有去勘察相關的地形 那麼剛剛主持人在講的 那個相關的好漢坡的 那200公尺的坡道 你怎麼會把相關施打的這個地方 設在那個地方 60幾歲的孩子 搶扶的八九十歲的媽媽爸爸 然後走上去的時候自己都會喘 連他的孩子都會喘 那他的爸爸媽媽 你怎麼沒有思考到這個事情 他說後來說有一個接駁車幹什麼 我告訴你如果全部都做了OK的話 就不會發生剛剛說的那些事 所以表示 你們在做很多場所的設定的時候 事實上旁邊有很多地方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都停課嗎 現在停課 包括景專 包括很多地方 包括學校 你都是可以做疏散分散的 為什麼非得那個地方不可 你事先去勘察地形了沒有 你去看過了沒有 你有沒有想方設法 去站在施打者的立場 幫他想說他是85歲以上的老人家 對啊 八九十歲 你不知道85歲以上的老人家 已經是人類了 然後行動不變 推輪椅 還要煮拐杖 你這裡都沒去想到嗎 就是因為你都沒去想到 才會今天造成這麼樣的混亂 黃晴文的媽媽 95歲的媽媽那時候都說 內湖康林國小三樓 你怎麼會設在三樓 單單你把他施打的地方設在三樓 我跟你講講真的 你們這些人真是該死啊 為什麼 後來聽到人家看破壞了 趕快把他設在一樓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不設在一樓呢 這很奇怪嘛 很多地方很多場所 你應該站在 你如何去解決這個事情嘛 而且事實上呢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一樓啊 什麼光榮城市啊 數位城市 都不要跟我講 那些都沒好 柯文哲花了三千萬 搞了iPad 搞了什麼網路也沒的 我跟你說 你在65歲以上那些 或者是說年輕人施打幹嘛 你去做這些 搞這些我沒有意見 你要去做你的秀 我都沒有意見 能夠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你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沒有嘛 他前天晚上喔 信誓旦旦說 他一定會把那個施打 弄得有條不問 結果昨天亂成什麼樣子 一塌糊塗嘛 全台灣最亂就領台北市嘛 我講真的嘛 連隔壁新北市都比你好 你知道嗎 事實上啊 那麼包括西原醫院也好 西原醫院的醫院方的高層啊 講說怎麼都好歹是我們錯呢 西原醫院不是你聯誼耶 西原醫院事實上是幫你耶 你搞清楚耶 他幫你打啊 你知道嗎 那到後來責任醫生 全部都往那邊去 今天台北市政府的態度很明顯 醫院不對 不合群嘛 台北市28家醫院 大家都說好 上午以前打預約 下午再去打沒預約 你為什麼要偷跑 西原醫院是我怕不完啊 里長照冊來給我看的 跟預約的300多個人 我都打不完 我不可能打得完啊 所以我一急趕快早上 能不能恢復打嘛 然後因為在聯繫的過程當中 出現問題嘛 比如說到了11點 那麼市政府的 相關衛生局的人員才說 疫苗可以拿幹嘛 11點人家都下班了 回林口去了 承辦人員回林口說 找上去拿 所以才會發生那個 到底上午能不能打 到底一下能打一下沒打 一下有疫苗 又沒疫苗的事情嘛 現在很簡單 全部往這個 西原醫院身上一推 里長很 里長我要是里長 我那麼熱心幹嘛 老百姓就不知道 才會去問里長嘛 然後里長是好意才造冊嘛 然後造冊給一個醫院以後 西原醫院說我先開打嘛 他哪裡有錯 市政府是要 政府存在的目的 是幫人民解決問題的 你知道嗎 不是去解決要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事實上你就是又沒有站在同理心嘛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年紀大 就是因為他們一旦確診或死亡率高 誰讓他們先打 對不對 對 結果你是不是應該越快越好 然後提供最好的方式把它打完 我們不是在做比較 如果你什麼都不懂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光榮城市 什麼伊化城市 這兩天你已經破功了 從好心肝事件以後你就破功了 講難聽一點 好心肝診所還逼你這些亂七八糟 打了疫苗還厲害 一天打一千多劑 雖然三個亂不怕 對不對 到現在都不承認自己是特權 你知道嗎 今天又有一個女主播出來承認自己是 這個等於說打了不好意思 還有人在幫她說像說 但是政府無能 政府不能提供給所有人打嘛 所以他們才會去打 你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因為他不能打 不能打就是不能打 打了以後還幫他說請 豈有此理啊 每一滴都非常的寶貴 另外 最可惡的是什麼 因為好心肝事件裡台北市政府亂搞 亂搞了以後 好心肝接著胡搞瞎搞 胡打瞎打 打成一片 然後現在台北市政府 我真的覺得柯文哲是天才啊 他說怕各地的診所開放下去打了以後呢 萬一沒打完怎麼辦 開放一到六類還是七類 那能不能打 好啊好事啊 那我要是診所 你要讓我知道誰是一到七類啊 你有沒有提供給他們相關的資訊 然後說什麼 這不行要先竊節書 不然的話會有所謂的 個資洩密的問題嘛 你不提供給我 我哪知道我去哪裡找 我在診所等人來打對吧 結果可能疫苗只打了六個人 還有四個人的量 可惜了 可是我怎麼去找人來打 你知道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嗎 他把找人全部往診所身上一推 到時候你打錯了 你打的人不是一到七類 勝利也 診所的嘛 我已經跟你講了嘛 你只能打一到七類的 誰叫你去打八類 九類 十類嘛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從這件很單純的事情看起來 你知道今天亂成一團的 也有包括南投縣政府 林明珍都出來道歉 林明珍也在幻想用預約 用電話預約給我打三點鐘的電話打不下去 人家今天 昨天晚上開始道歉了 然後決定全部回歸到用名單嘛對不對 是 造車不是很簡單嗎 最笨的方式但是最簡單 因為誰誰誰 你的明證單位一定有 年紀幾歲幾歲幾歲 我跟你說啊 台北市政府 不要跟他說利用什麼iPad 不要跟他說利用數位預約 都不要說了 黑貓白貓不管什麼貓 能夠做到老鼠就是好貓 能夠把事情做好就好 你如果什麼都不懂 弄得一塌糊塗 還要把責任推給基層的醫院 那麼其實很簡單 你就去看看人家高雄市 看看高雄市怎麼做 不是罵人家說 提早知道是政治的內性交易嗎 告訴你 高雄有一位73歲的老先生 今天已經接到高雄市政府的電話 詢問造冊你要不要打疫苗 不好意思啊 我們現在只開放到75歲以上 然後事實上 實務上高雄是87歲以上先打 然後再來82歲以上先打 人家現在已經超前部署到73歲在造冊了 人家已經超前部署在這樣 你什麼都搞得一塌糊塗 然後又堅持不用最笨 但是最方便 然後最安全的一個方式 就是這些造冊這樣出來 什麼都怪別人就好了 如果你怪別人 可以讓整個施打狀況更好 我沒有話講 目前看起來全國最爛跟最亂的 不就你台北市嗎 來到底全國最亂的 打疫苗的這個流程 是不是在台北市 這個林醫師非常有感 不過我們時間的關係先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請林醫師 來幫我們說明 老人家開打這個AZ疫苗 昨天開始網路上的討論熱度就非常高 現在還有一份這個六都的聲量排行榜 我們來看一下六都的聲量比拼 第一名的是這個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拿下這個話題王這樣的寶座 聲量數6884 46.4% 台北市雖然是首都 不過聲量排第二 33.3 第三名的是桃園 新北排第四 第五是台南 六都最後的是台中市的盧秀燕 我們趕快來請教林醫師的是 因為現在大家很常把北高 兩個直轄市拿來做比較 看到人家高雄的這個秩序 跟對照一下台北昨天的狀況 林醫師這邊感受如何呢 我們台北的特點就是網路預約 85歲上的老年人怎麼懂網路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預約進去只有身份證字號 沒有姓名 就這樣年紀當然一定是85歲上預約的進去 而且要再急不再急不可以預約的進去也不進去 那老年人85歲來真的是不懂 所以我們預約軍也是有點亂 而且預約軍就沒有辦法取消了 所以其實你說預約系統 我們即使整首我拿到那個名單之後 我還自己在每一個打電話去確認 而且每一個再給他預約特定的時間來 雖然衛生局也有給他簡訊說給他安排時間 可是那個簡訊我把它當參考 因為他的簡訊書籍對方沒有回 對方沒有回他怎麼知道對方有沒有收到 或是怎樣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再打電話去確認 有再次確認 然後再次給他安排時間來 那我們也是給他分流 就是說假設我一個診30個 我會給他第一個小時30個 第二個小時再30個 第三個小時30個 那我們診所有時候 昨天有被一個新聞台說我們什麼 怎麼那麼簡陋 怎麼跑到門口去幫人家打 其實不是耶 我們診所是為了這樣 因為你在外面比較不會交叉感染 比較不會互相傳染 比較通風在外面 所以我們故意把它放在旗樓 尤其是打完真的要在旗樓外面 這樣比較不會有什麼群聚的問題 所以而且有些老人 85歲老人你以為他可以行動很方便嗎 不會 他有時候連門口都走不進來 怎麼辦 我真拿到外面去幫他打 結果被人家說這個很簡陋 其實不是啦 這是我被懷惑 有些人車子都下不來 我都還跑到車子裡面幫他打 所以我們是 四病有親 就是幫他做方便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昨天本來是說 我們接到的命令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有抽剩餘的 或者是我們多 我們譬如說用這個1cc的針筒 多抽出來的 也不可以打在非預約的人身上 這一點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他叫我們說剩餘的這個 如果有剩餘的沒有打在 沒有預約沒有來了 要把它繳回去 可是繳回去你知道開瓶以後 已經超過六個小時 繳回去就是浪費掉了嘛 所以我後來跟他說 怎麼會說要叫我們把這個浪費掉 這個很不合理的政策 我說這個是不合理的政策 我說這個我要抗命 我說疫苗這麼珍貴的東西 怎麼可以說把它浪費掉 這是類比黃金的東西 我說我們寧可把它打在 可以打的人身上 也不可以把它浪費掉嘛 後來這個政策一改再改 變成先改說也可以打在85歲 其他85歲的人身上 後來又改成 可以依據中央疫情指揮 可以改在75以上的這些年齡群 後來又改說 也可以打在1到7類的這個人身上 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而且公文都還沒下來 只是用那種類似LINE的群組 這樣發訊息 我也不曉得真假 他同不同意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有點怕 萬一打錯了又要被調查局 不是調查局 被衛生局去跟他懲戒什麼的 但是你看 我們診所很多診所 不只是我一家診所 為了這個自己去買這個ECC的 其實這一線你注意看這個兩個 這一節呢 這一節都全部打進去了 所以這個推筒呢 你看推到底 不會浪費 只能推到這個 這一節全部浪費 你看我一瓶可以多擠出 一兩個人出來 這樣我可以多救一兩條人命 所以我們那時候真的這樣 當然我們也怕說這個衛生局 到時候說話不酸亂 因為他有時候講一講 就像戲院一夜一樣 講一講明天政策又變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怕就是說 我沒有看到公文我就不敢動 有時候會變成這樣 公文人有時候很僵化 他有時候把你們當賊一樣 你知道嗎 他們是環璧重於心力的 他們政策就是這樣 他寧可不犯錯 怕你說把他打在其他社會 他又又被人家什麼批評怎樣 其實好心肝事件跟我們這種 打在其他人這一到七代 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心肝那個事件 其實是因為他在優先事業 都還沒有打之前 就把他隨便去打在 被人家這跟我們這種不同 我們這個是打到最後 不敢浪費的時候 我們要找linker 找一些人要務盡其用 我們是要務盡其用 不要浪費 要多救一兩條人命 所以好在至少 目前沒有在划 不是事後是不會划 我是不知道 至少我們已經把它打完了 我們真的都打好幾個人 這個是我們自己買的 這個是公家發的 這個很貴 這個是至少 這個差不多三倍的價格 所以其實政府 不要每次都把人家當賊 不要一種環璧重於心力的概念 這種事情應該是 整首氣勢應該要開放的 其實很多縣市 他沒有開放 這是我覺得也不對 85歲老年人要勞私動作 跑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開車去下來又要走很遠 這是不對的 整首就在旁邊 他就走幾步路就到你整首來了 這是很方便的事情 而且很快 我們平均打一個 我說實在了 打完了 就是你如果在整個流程來講不到10分鐘 出去外面至少等4 5到30分鐘才可以離開 觀察一下 那觀察就在戶外觀察 這是最安全的 比這個在一個什麼集中接種手 那個爬樓梯什麼爬到那邊 在一個房間裡面群聚 其實我覺得那種群聚根本違反三級警戒 那麼幾百人累積在一個 即使是說你空間很大 可是那是室內的 空間很大也是室內的 如果那個飛沫在那邊飄的話 那整個裡面的人都感染了 可是在戶外這個很快 這個那個有病毒都也會消散掉 所以我們其實診所有發揮很大的功能 其實本來這個過去流感 大部分都是我們在打的 本來就是這樣 病人很喜歡預約到診所來 之前開放預約的時候 你知道哪個地方先滿 診所先預約滿了 醫院都還沒有滿 因為他們都喜歡在附近就打了 誰要到那個醫院去打 而且醫院又風險到 雖然醫院也設在外面的學校 什麼禮堂 可是你看那個很不方便 排隊要排很長龍去 排隊去報到 報到還要再去打針 打針又在裡面群聚 實在是 我說實在 真的 這種事要接地氣 要讓我們這個基層醫療 幫他負擔一下接種疫苗 不要每次都找到醫學中心去 這樣醫學中心去照顧病患 不要找醫學中心去打疫苗 這麼簡單的事 這個東西你要好好看一下 這個應該要獎勵人家 不要是懲罰人家 台北市的疫苗政策 我們看到這個基層診所醫師 真的是有苦難言 不過另外要請教 新北的韋傑議員 看到台北市現在被大家很多批評說 這個政策一變再變 新北市這邊是不是也要設想 怎麼樣做得更貼心 更周到為這些老人家來服務呢 我剛剛看到這個聲量的比拼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 因為昨天我們整個新北市 29區的一個表現都非常的好 但像我自己我就發起說 反正可能媒體不會報 我自己報 就自己在自己臉書上 把我每一區民眾的一個注射 一個狀況來告訴大家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新北市在這個注射上 我想很多民眾都得到非常多的好評 不管是在區公所的部分 這個市長講了 他分區分離分時段分流 就你同一個區還有好幾個地方 可以去做施打 所以把人都做了一個疏散 那也做了很多貼心的服務 例如說你到這個注射站外面之前 他可能會要求這個區公所或是里長 去跟附近的一些商家借這個帳篷 來做一個遮陽的一個動作 因為最近也剛好天氣比較炎熱 所以我想在這個整個施打的過程當中 昨天新北市是非常的有秩序的 甚至我都自己都觀察到 連整個民進黨的這些民意代表之間 不是說都在罵侯市長嗎 昨天一片叫好 所以新北市打得很好 我們繼續按照時間 下午繼續來打 明天繼續大家按照時間來打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這幾天我們新北市在這個部分 市長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個部署 尤其在今天的部分 他也已經宣布了 就是說接下來要準備開始 往這個82到84歲的一個部分 來做一個施打 甚至也很多民進黨在這個在野黨 在質疑我們市長 沒有顧到這個不在籍的部分 他也已經今天已經宣報說 這個不在籍的部分 也可以開始來做這樣一個 報名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想在這個疫苗施打上 所以我看到這個網路的聲量比拼 說真的我也是對侯市長暴驅 然後這陣子被打得很慘 結果聲量只有這個樣子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一樣 我覺得我們自己藍營的這個 從政的還是要自己幫他 來做一個宣傳 好 疫苗的問題 真的大家都希望搶著打 希望能夠有這個機會 不過現在大家也很關心的是 郭董 郭台銘要買的這個 BNT疫苗 最近看起來好像越來越有希望囉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關心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先前委託妻子 曾馨穎向食藥署遞薦申請 採購500萬劑的BNT疫苗 卻卡在無法取得原廠授權書 曾馨穎還透過IG表示 就連做夢說夢話 郭台銘想的都是疫苗 為了促成 指揮中心同意 給予有條件專案進口的許可函 那我們已經給了這個 有條件的一個許可 那接下來雙方還有一些官司的 一些法律的文件 要來做相關的討論 陳時中證實以有條件通過的方式 給予緊急授權 也就是說先前指揮中心喊出 需備其八項文件才可申請 包含了執行計畫書 數量及計算依據 供貨時程 有效期限藥品說明書 冷鏈及倉儲設備 原廠授權書 國外上市證明或替代文件 但現在郭台銘讀缺的原廠證明 政府替郭台銘開了全線綠燈 讓他先有了政府的緊急授權 去買疫苗事後再補足原廠證明 讓郭台銘買疫苗的事 再度露出曙光 任務還沒成功前 永齡基金會不願透露任何細節 大家都很期待 很希望郭董這500萬的BNT疫苗 可以順利買成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上海復興醫藥 前陣子就是態度非常的強硬 他們說台灣 你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 要來買BNT的疫苗 都必須要透過上海復興代理 可是瑞德哥 我們看到的是 最近這個上海復興之前 有一份公告 又被翻出來 這份公告裡面這樣寫 他說什麼 受限於第一修訂案的條款 許可協議 有關於新冠疫苗的產品 順利於中國 大陸 香港 澳門 好 那這些區域當中 其實好像就沒有寫到台灣 所以到底上海復興 他們的代理權 有沒有包含台灣 現在真的是眾說紛紜 任何要協助台灣 取得更多疫苗來救人的人 我個人都是非常肯定跟敬佩 像李應然醫師 剛剛所講的那個真劑 還要他們自己 那麼協助打疫苗的單位 自己花三倍的錢去買 非常謝謝林醫師跟很多 我知道有有其他的儀式是這樣做 但這個錢不應該是他們出的 因為呢 只要政府又不是沒錢 對不對 雙北市政府也這個 就接受很多捐款嘛 那中央也有很多的這個預算嘛 都應該只要稍微改一下 增劑就可以多做 一瓶丟就一個人 你為什麼不就 那有關於這個郭台銘先生 對不對 我也樂觀其成 我從頭到尾都樂觀其成 我覺得只要這個疫苗 是直接從德國原廠飛來台灣 我都站著 中間眉眉角角對不對 只要不要太離譜 那麼我個人認為 那他願意花六十幾億 去捐這個五百萬劑 他總不可能再代表國民黨 就重新來一次什麼榮譽黨 又要長新選總統 我相信這不是他的原意吧 所以呢 我贊成郭台銘先生 他願意這樣做 我給他打破了 然後減低這兩岸之間的 這個政治敏感度呢 盡量讓五百萬劑的 這個相關的輝瑞疫苗呢 能夠進到台灣 很好的一件事嘛 我最近常常聽到人家批評說 政府故意卡這個郭董 甚至還有人說故意讓郭董的角色 從這個地方退去 事實上這些公司有幾家公司 根本都跟郭董有關係 然後呢 那麼也包括藥商 也包括他願意去做 事實上他願意跳出來做 從頭到尾都應該算郭董的功勞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那中央列型疫情指揮中心呢 因為他是一個把持著 這個負責我們安全的 在助理品裡面不是在賣泡麵 不是捐泡麵吃完拉肚子就算了 不是的打進去一輩子 萬一發生什麼事要負責任的嘛 那八項證明的情況之下 那一天郭董請他的太太曾馨營去 我還以為全部都有了 我還想說哇真的太厲害 72小時40小時 本來說72小時達成 40小時就達成 結果他沒有原廠授權書 非常可惜啦 但後來用中案進口證明 就是說阿中部長 他們用中案進口證明 因為這個原廠授權書 還是中案進口證明 緊簡單 我只要貨能進來就好了 其實並不是說我故意要叼你嘛 有人說民進黨陳時中 就故意要叼這個阿中部 故意叼郭台銘 就不要讓他進來 我看不出叼郭台銘 不讓五百萬劑的輝瑞進來 對陳時中也好 對台灣也好 對蔡英文英 對民進黨也好 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啊 你協助他趕快進來 當然好啊 你知道嗎 越多越好啊 還有人又說是為了扶持什麼 國產疫苗 今天又有人扯到什麼 為了要扶持高端 所以要去打擊聯氧 你們那個想像力 可以去寫無瑕小說啦 推理小說啦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我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包括陳時中也好 包括蔡英文總統 他們都在釋出善意 想幫你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 我要怎麼解決問題 在法律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說過了 打進去會有法律問題 這些保障如何 保障的情況之下 目前看得出曙光 因為至少在我們這邊 已經解決了我們這邊的問題 現在是對華為問題 現在是對面上海復興 那當然有人說 剛剛那邊不是講說沒有台灣嗎 我跟你說 中國共產黨說有就有 大中華區代理又不是這邊 我已經投資輝瑞啊 我現在拿的是大中華區總代理啊 我說台灣包括在裡面啊 為什麼說有就有 很簡單嘛 他就有強權就沒有公理啊 要不然我們不會 那個公文契約書都已經放在 那個輝瑞的桌子上了 他現在有人說是因為 這個新聞稿裡面寫到我國啦 然後呢他們就不簽 那我國 那這個講法非常可笑 為什麼呢 那你把契約書的我國 刪掉變台灣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刪掉台灣還不行 所以可見不是單純 這個為了我國兩個字而已啊 500萬劑本來已經都打在 你我的那個身上了 你知道嗎 如果不要這樣鬧 不要這樣亂 結果用政治的因素 用政治的因素概念 你不要忘記 現在我們正在施打的 124萬劑的日本的AZ疫苗啊 當時要坐飛機要起飛前 中共還派出他們住在日本的公室 去外交部抗議 說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經過中國的同意 不能飛來台灣 不能飛來台灣嘛 所以目前國台辦在今天 那麼馬曉光說 如果台灣團體企業 也向復興採購其代理的BNT疫苗 再協商一致的情況下 復興醫藥集團 將會基於商業約定 履行責任何義務 我告訴你 國台辦已經很久了 很久沒有績效了 你知道嗎 他也希望把 郭台銘這500萬劑 當作績效了 我已經看到500萬劑 飛過 從德國飛來台灣的樹工了 希望中國共產黨 希望上海復興 樂觀啟程 不要再阻擋了 為了台灣好 為了自己的統戰業績 我們是可而止 大家各讓一步 讓郭台銘可以順利的 決勝